今天要说一个穷屌丝立西城高富帅后抢走前女友离谢男友离故事 故事一开始炮灰女主角就要和男主角分手 男主角不干之后直接拿板砖拍老婆 不过我还是没搞懂那个在旁边地板砖的人到底是啥之意思 然后男主角因为老婆着砖头长了之后认识了准手的小医生 可能是想愣个以后老婆再着长了就不用付钱了吧 男主角失恋之后打算振作起来决定在半夜里时刻卖早点 所以是说你无头离早点都是晚上去吃豆室了 然后男主角都在那个时刻遇到了能让他立席成功离城管高富帅 男主角看到城管高富帅之后没有扒起豆跑 还直接把稀饭倒到高富帅身上 可能是以为高富帅会邪魅一笑说 除了你之外还没有人敢这么对我 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男主角卖稀饭失败之后决定拍板砖卖艺 结果好时不时又遇到了城管高富帅 然后两个人爱情的小喵喵都愣个没有一点点防备力生长起来了 高富帅之前养了一批谁 但是他老汉说他不服正业都把谁给他关起来了 所以高富帅为了应付他妈老汉都随便找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命运都是愣个巧你不信也没得罚 高富帅找的女朋友都是那个炮灰女主角 然后男主角发现那件事情之后 以为是炮灰女主角故意让高富帅去找他理麻烦 于是都决定报复他们两个 按照常理来说男主角可能会在高富帅下班的时候 把他拉到一条小汉汉里面 然后拿麻布口袋套牢一阵乱怼 结果男主角却决定跟高富帅两个耍朋友 在高富帅上钩之后马上甩掉他 同时出头他和炮灰女主角 男主角都开始在高富帅每天都要进锅里篮球场上打篮球 引起他的注意 高富帅看到起之后心想那个男玩长得还有点灯毒 然后一来都开始耍流氓 一哈子都抓了男主角的屁股 当时黑的我都把眼睛舞蹈起了 勾兑成功之后男主角都从书包里面摸了一块豆腐干给高富帅 所以是说爱吃豆腐干离高富帅运气都不会太差 但是你吃个豆腐干都要摸摸搞搞你可不可以稳重一点 我以为这样已经很羞耻了 然而我还是太年轻了 因为男主角和高富帅再一次在篮球场上真人PK的时候 高富帅直接说了一句 反正最后黑的我糖都溜了 男主角和高富帅勾兑成功之后都开始欲擒故众 高富帅闻了几天之后实在是着不住了 都准备直接洗澡男主角 然后很巧的是高富帅洗澡男主角的时候 男主角刚好在洗澡 我说你没有假把意思在一哈眼睛都算了 还一副想把男主角花裤都扯了的样子 不过感觉高富帅还是黑纯情 不好意思直接说想男主角了都用小零食来当借口 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发挥一下人民币玩家的优势 都在我以为那是纯纯的感情纯纯的爱的时候 高富帅一哈子都扑到男主角的身上 赔西特还款到男主角的迷之部位 然后高富帅回去之后都吩咐 个人的司机给男主角送了三箱礼物 男主角打开一看哈都是摇困 男主角虽然表面上一副很不想要的样子 但是转个背都个人拿起来穿了 对了男主角还有一项吹唐人力技能 高富帅看到之后都让男主角给他吹了一条眼镜色 看到之后我觉得我离人生可能对眼镜色出现了阴影 但是高富帅却看起来很忠义的样子 男主角也在那个时尔趁机提出了约会的邀请 然后约会当天男主角专门穿了一件烧粉色的衬衫 还拿了可能是给比亮亮的镜子看了半天才出门 结果两个人耍个朋友像黑社会寻该一样 以前枪都不开都直接刷屁股 现在牵个手等到瓦尔多森出来了才终于牵刀起了 不过那个可能都是耍朋友的感觉了吧 男主角为了和高富帅耍朋友的时候能够多吹哈夸夸 都打算看书提升哈尔国恩的修养 但是我觉得男主角怕是想的多了一点 高富帅要是想跟你两个搞柏拉图的话 我那辈子都再也不讲普通话 然后高富帅很配合你一哈子都出来打脸了 听到男主角说了一大段看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完全听求不懂的话之后高富帅说 你跟我谈论这个 还不如跟我聊聊杠门的解剖拳 所以我劝你们看的时候还是要把耳机带起 然后高富帅回气之后都开始搞实践了 一来都把男主角的裤脱了想看他的腰块 把男主角黑的精精抓抓的 然后高富帅不晓得在想啥子 让男主角吹个糖子送给炮灰女主角 男主角虽然鬼貌猴但是也还是耿直 反正吹你这一头我觉得比上回的眼睛谁好多了 然后高富帅突然在某个寂寞的夜晚给男主角打了电话 表示他的性生活非常空虚 我觉得周围那么多人你说的事可以悄悄咪咪这一哈子 然后男主角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应该进一步了 都哈啄啄的回了一句咪吐 然后都看到高富帅哄的一声都爆炸了 等到高富帅找上门历时 看到了男主角雕竹放在旁边的读书单单 所以是说高富帅的纯情都在那里 一哈子都找男主角感动到了 都在我以为高富帅的画风转变了的时刻 他又别只把子问了男主角一句 先不说男主角想不想看 反正我是多想看你 最后男主角还是看了 而且还找画面冲击的人都然了 然后还得直接跑到屋头躲起来了 后来高富帅来诊所找男主角没看到人 都准备把他翠绿堂的哈都拿起走了 我也不晓得他哪里试是能够面对 左下角那股诡异的视线的 高富帅晓得男主角回家之后 都夹起东西准备去找他 然后看到高富帅进门的样子 一哈子都把我笑安宜了 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仿佛是在看地道战 然后高富帅和男主角调了一哈情都要出去耍了 都在我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刻 高富帅八起男主角的腰杆都准备要亲下去了 是的 都在我解说了四级柏拉图恋爱的事 他们两个终于要亲嘴了 但是为啥是亲嘴的事 还是要用那个诙谐的背景应用 我觉得应该是弄个配 然后男主角都因为亲那个嘴都遭高富帅攻略了 男主角回诊所之后 发现国恩的堂子都到高富帅拿起走了 都打电话去问了一哈 结果高富帅一脸正经的啃黄瓜 看起来很敷衍的样子 男主角都决定把国恩打扮得帅一点 去勾引高富帅 妈哟 找骗惨呐 大声地告诉我那一生活之前你有啥子变化吗 然后高富帅和男主角又因为新生活达不到火鞋 又开始闹矛盾了 不过能让高富帅半夜三更顶个二娃子的头戏 来故意惹男主角冒火 与其说是闹矛盾 应该说是换个方式秀恩爱吧 然后男主角想要切断高富帅跟炮灰的主角的联系 都想办法去阻拦 结果拦着拦着就拦到高富帅的无头气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疯狂的亲嘴闹 现在我们看到男主角主动抱着高富帅心 高富帅心得想可能是我不能输 然后都开始告举 亲个嘴告举 可以证明那次性的有多激烈 然后高富帅从下面一路摸到高头 镜头没有切到的下半身 让我已经不敢想象 都在那种关键的时候 男主角突然说他饿了 然后高富帅竟然还真的下去给他买吃的了 都在我以为我要看男主角吃东西吃到结束的时候 突然镜头一跳 直接把高富帅的衣服都跳绿了 但是我还没兴奋到三秒钟 一看镜头条都晓得我是没有机会解说那会的床戏了 男主角晓得高富帅之前耍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那个前任以为高富帅喜欢他的兄弟和 都坐死跟他兄弟和上床了 然后高富帅就跟他分手了 还跟他的兄弟和搞毛了 男主角想到国恩的目的不单纯 心里面都有点虚活活的 又想从高富帅的司机那里问出一点东西 然后男主角才发现高富帅之前不是故意去整他的 只是单纯的因为他们两个是主角 才会发生那么多巧合 男主角越想越觉得纠结 然后在该上走起走起都走到高富帅里无头去了 然后男主角进门看到房间里面衣服裤到处乱甩 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让国恩看不懂 结果高富帅像是吃了火盘一样 让男主角国恩回气不然等他要受罪 听到受罪两个字不晓得男主角想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都倔强了一次 结果高富帅像大鸡尾一样把男主角甩出去了 然后高富帅在门口坐了半天可能是想通了 打开门看到男主角还站在门口又把他呆回来了 然后高富帅说是因为今天是他那个做事前男友的生日才能够暴躁 接到起都开始摆他和做事前男友还有他兄弟和你驱在的感情故事了 后来男主角可能是入戏了都带着国恩和炮灰女主角的感情石都开始哭起来了 然后高富帅都感觉国恩内心柔转的一面着触碰到了 好接下来请大家拿起手中的GV机打开第六集最后几分钟 然后戴好耳机 高富帅直接把男主角按到国恩身上都开始刺 而不过清准了 上一集高富帅亲个嘴够局 那一会直接够吞了 高富帅又是毛胸壳又是毛屁股 都是不偷男主角衣服 不偷都撕吧 撕开他的粉红色烧衬衫吧 然后男主角扶来的左手 顺着高富帅的身体一路冒到他的当当 我的妈呀是当啊 真的当啊 建议大家在这个首先暂停吸溜30秒钟 然后拿起手机跟男的一见的当兄弟合个影 然后镜头一到上面的声都可以发现 他们在撒我撒我 真的已经看了屏幕里面 狗恩的迷之微笑 但是恍惚间又觉得清准的声音好像有点熟悉 后来我才想起来 我上一次听到那个声音 是我在吃麻辣小面敷面的时候 炮灰女主角发现高富帅和男主角有电话联系 以为是男主角故意接近高富帅拆散他们 然后想重新和炮灰女主角在一起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男主角现在已经忘了初心 那里我必须要把高富帅夹出来重点批评 你在干啥子你不要以为我没看到 你以为你是主角你都可以抢牌了吗 扣回去 男主角赚了两万块钱准备给高富帅买礼物 结果男主角东剑西剑实力证明两万块钱 似谁无入其实等于两百块钱 男主角在诊所里面穿起挂挂 敲起脚杆抠脚看漫画里 时而高富帅突然来了 男主角东西都甩不赢 人都差点甩飞了 然后高富帅进来之后 两个人都在那里浪过气浪过来的 我说你们两个怕是红浮水浪打浪 欢迎大家收看由大宝SOD名赞助播出的出彩中国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02号参赛组合表演的双人杂技 据说他们那回的表演是没有彩排过的 观众朋友们请不要轻易尝试 不然老婆要把地上长出一个荡荡 两个人的表现非常出色 只是不知道参赛选手那个嘲讽的眼神是不是在挑衅评委 然后男主角都把国人买的皮带送给高富帅了 但是看到高富帅拿起皮带铲屁股的生日 我的心情和男主角一样 变态 然后男主角和高富帅都睡在一起了 高富帅那会耍流氓看到我脸都红了 为啥子我觉得那个摸一哈子比我上次看床戏还要激动 你们说找不住在做找不住 不过再两个激动我们也不会晓得 男主角在床上到底是啥子香味的 嘻嘻 终于到了那部换菜比换衣服还请的网络距离最后一集 后面那些围观群众请把穿帮的脑壳伸进去一点 男主角准备开个公司 高富帅二话不说直接把国人的附属卡给了男主角 那个时而我才意识到幸好男主角机智的一开始没有拿麻布口袋套高富帅的脑壳 而且还更机智的利用高富帅的司机把附属卡给了炮灰女主角 让炮灰女主角以为那是高富帅给她的分手费 然后炮灰女主角挥霍一番之后找高富帅的妈晓得了都菜底断了和高富帅的联系 然后男主角都和高富帅开了一个婚宴 不是 你们晓不晓得你们谈个工作那个气氛搞得很微妙啊 那种新婚夫妇敬酒的感觉让我忍不住想任性解说一次 希望满屏都可以祝福他们两个新婚快乐 最后男主角的公司顺利开业了 炮灰女主角晓得之后想要和男主角成归于好 不过那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那里我们终于可以恭喜男主角利息成功了